跟大灣區一樣 其實大家在全世界地方投資買樓 其實都有很多縱伏 OK 還有陷阱 今次第一集說一下馬來西亞樓 如果大家買樓又有什麼縱伏位 有什麼陷阱 好嗎 帶大家來看一下 這個是酒店 酒店來的 我帶大家看一下 這個是我住了幾晚的房間 大家叫我行李 今天是最後一晚 我已經執行李回香港了 這個戶型很漂亮 很大的廳 有很多落地窗簾 落地玻璃 然後洗手間 也很漂亮 證明我住過的 不是故意來掃衰 有一個衣帽間 這裡可以兩用 然後到睡房了 這個是馬來西亞樓很通常的戶型 因為有些買來做投資的 中環自住也可以的 它有一個分隔的 你可以把它變成兩個房間 就像我一個人住 我就一廳一房 但是如果你多一點人住 你拉過去 這裡就可以變成房的 可以睡覺也可以 基本上如果大家去買樓的時候 這個戶型其實是很吸引的 以馬來西亞的價錢OK的 其實這一個 是有人 有我的觀眾 就跟我申訴 就說買了這裡 是縱伏了 還是名字我不說了 我放下它 這個款的名字我一定不說了 因為這個盤現在第二期是正在賣的 而且甚至還要邀請我去拍攝 我知道了之後 自己經歷過我當然不拍攝 給我鏡看看 好 很漂亮的一個酒店房 買這類的物業 其實買了回來 你可以交給管理公司 不過這個項目全部要交 因為它下面有一個總管理公司 全部租出來給我們的遊客 然後大家就分攤租金 好 很漂亮嘛 睡在睡房裡 打算有很漂亮的落地玻璃 推開它 燈燈燈燈 好失望地 咦 這個怎麼弄的 好失望地 那這裡就是 咦 那時候有桌簾的 不見了 大家見不見到 對面的大廈 大家見不見到這裡的大廈 而且大廈是新的 這個大廈是新的 石屎來的 即是說他買樓的時候 看這個項目是沒有這個大廈的 即是說以前這個是一個美景來的 但當我建了一棟大廈 全部都是石屎 而且大家看到對面這裡有一個單位 他正在裝修 對面這個就對著我一張床的單位 他正在裝修 想著沒什麼的 對著大廈 為何晚上開走 想想想這半個晚上關燈 對面有一個大廈開著 嚇死你了 還有 一定不會被人看著你睡覺 不是嗎 這個就是中伏位 買樓的時候沒有預料 原來這裡有整座大廈遮蓋 你看看對面多近 我想許遇 其實我想許遇 都沒有什麼人會開這個簾 其實我幾晚全部都是關鍊睡覺 全部回來都沒有開窗簾 好 大家再看更多 本來是很漂亮的落地玻璃窗 誰知道 就變成了一座這麼高的大廈 很高的大廈 當然我這個房間有一點點景 也有一點點看得到 但是我躺在床上也看不到 如果我特意走出來這裡 坐在這裡看有多傻瓜 其實躺在床上 基本就是看得到石屎牆 OK 給你也下了窗簾去 看著 對面這個 著樹曬燈在裝修 晚上都有人開工 大哥我當然是關了窗簾 難怪被人看著我睡覺嗎 這個就是我跟大家說的第一個中伏位 為什麼呢 其實馬來西亞樓 其實馬來西亞樓 其實有兩個東西 第一個中伏位 真的很容易中招 我有不少觀眾 知道我最近說馬來西亞 給我多很多資料 我先謝謝你 OK 因為馬來西亞 第一很多填海 尤其是有些檳城 其他地方 馬來西亞填海快 是全世界 馬六甲都是 填海 檳城 這些海邊的地區 或者那些城市 他們填海是很快的 所以填海工廠 還有全世界出名的 所以大家要留意 你買的時候 可能在填海 但是買完之後 可能收樓 因為通常收樓 建築期可能兩三年 你想想兩三年 發生了多少的變化 兩三年 放下說很辛苦 兩三年之後 原來我買樓的時候 都沒有這些 我收樓的時候 全面已經填海 本來大家期望的 那些無敵海景 很美的景 都沒有了 就會大失所望 第二就是馬來西亞 第二件事 大家要留意 尤其是吉隆坡 是很高的 五十幾層 六十幾層 我們大灣區 其他英國 其他地方買樓 都不見 這麼誇張 原來馬來西亞 他的樓是比較高的 即是 起得很快 和很高 全部都不高 即是說 如果他遮擋你 他真是整個 神紙牌 都遮擋你 即是向上看 都是看到碩士 向下看 向上看 都是看到碩士 很大件事 那你有時候 甚至你想說 我高過他 要景嶺去 那你可能 你對面那個 起五十幾層 那可能你買六十幾層 你就要看到一點點 很高的遠景 這個是大家要注意 那就是 因為馬來西亞 譬如 九龍波 今次來九龍波 九龍波 因為那個發展實在太厲害了 最近 所以因為這樣 我才過來 但發展得快 很有懷處 那個懷處就是 大家必須要很清楚 你買那個項目的區域 那個規劃 未來的規劃 這塊地做什麼 這些是不是永久 這些慢慢 拆了再起 這些大家一定要做多些功課 因為 始終香港人那天 馬來西亞遠 要搭飛機 那我多時就未必有這麼多時間 去了解這麼多 可能就來到 十樓處 就靠一些銷售 說幾句 這不會有事的了 那一句 你錄它 沒有用 因為不是發展商說 而且通常他們很多時候 反商都很聰明 他們都不會把一些 未來一些他們不知道的東西 他要寫進去一些廣告 或自己的截憋 因為慢慢你可以投訴 通常都是靠口說 靠口說的話 就非常之危險 非常之容易中伏 好嗎 所以大家 尤其是九龍坡樓 大家一定 馬六甲也是 馬六甲就怕 馬六甲就要小心填海 九龍坡就小心 整頓神豬牌 五六十樓 在你面前 這是非常危險 當然了 如果你買來自己住 這樣買了 這樣就真的 心都痛了 我去香港住也沒那麼壞 我香港敢遠角度來買樓 我怕是住一些無敵景 舒服的地方 這樣就真的 你也不會住了 第一 第二 好像這個物業錦 他買來 是給你收租的 租給一些人 我告訴你 我就因為這次來拍這個中伏位 我才 迫著屈住去租這間房住 我告訴你 我一定不會再來這裡住 譬如我家人過來玩 如果我租這間房間 每天對著的蛇市場 心情也會差一點 即是你會影響收租 影響租出去 影響你慢慢分的租金 你整個物業的價值就會貶低了 你每個月的租金回報率一定會越來越差 租你這個房間的客人會越來越少 租金不會收得多 影響成 租金不多 租得不好 你賣出去 自然不會很好的價錢 這個就真的 中伏了 好 今天 我一年會有十集 今天是第一集 不要介意 比較簡單 因為這邊 因為現在疫情的原因 我也是自己一個人過來 拿著鏡子去拍 因為很多攝製隊 很多都過不了馬來西亞 所以 粗粗地 最重要是內容 最重要是我告訴你 這些實在在座 我真的過來拍給大家看 不是在這裡說道理 不是在這裡說原理 所以 大家這個要注意 剛好 還在吊一條承索 還在吊東西 即是說 你在這裡住 會看到工程的進度 好嗎 一年十集 我去拍馬來西亞樓 如果大家過來投資 OK 大家 有些什麼的 中伏位和陷阱位 大家真的一定要小心 希望大家買得開開心心 投資得開開心心 不要中伏這些陷阱 使你投資 錢是小 心情是大 心情也差些 好嗎 希望我拍這些資料 真的能夠幫到你們 好嗎 如果大家覺得 真的 我講的話 實實在在 真的要注意 OK 幫忙 分享出去 放到Facebook 給一些 可能有些朋友 最近都是對馬來西亞 投資買樓 是有興趣的 給他們分享 提醒他們 一中伏就不見了 一百幾十萬 好嗎 還有呢 如果覺得我拍得好 說得好 就給我一個讚好 好嗎 那就分享出去 多謝大家一路的支持 好嗎 我會繼續在馬來西亞 一路一路去拍很多好東西給大家看 OK 拜拜 拜拜 好 今晚最後一晚 今晚我就要搏殺了 我來馬來西亞 來加坡坡 我最怕一件事 就是會變肥 那沒辦法了 今晚最後一晚 明天回香港了 那我當然要拍肉骨茶 你看到嗎 我會把地址放下去 後面有地址 我會把它放到youtube下面 這條叫燕尾街 整條街很多間都是專吃肉骨茶 我等你都知道 但我次來都是來這間新峰 不是收了廣告費 因為它是味道我覺得是最好的 還有其實你來到很易穩 你來燕尾街你去導航都有了 你見一間都沒什麼人 就是這間坐滿人 你知道好吃 尤其是這陣子你都知道 沒了很多遊客 但你見都坐滿了 所以這間是我經常來的 肉骨茶 這間吃完肉骨茶 還有精彩節目 好 它便宜到你不相信 招牌又是這隻 它這樣的 你可以軟骨 三層花肉 肥骨 肥骨 豬腳 每個部份不同的點 但你都不知吃哪樣東西 這是什麼都有的 看什麼都有這麼大盒 你猜這盒多少錢 這間已經很出名了 很多遊客來吃了 說的是二十元 二十元 是二十元 馬子 即四十元 拍個近的大家看看 骨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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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十元 港幣 全 值得吃 是吧 忍不住了 好餓 今天又拍了兩個項目 吃肉骨茶 個個吃法不同 首先香港人肯定油炸鬼 喝個油炸鬼 這間肉骨茶好可愛 它沒有標準 當當都不同味 真的 當當不同味 所以看喜歡哪一檔味 所以這間的味 可能比較多人喜歡 所以就越做越出名 這個應該是豬腳 好軟 好軟 它的湯淨飲就可以 藥材味有少少 不是很濃 因為有些很濃的藥材味 都頂不順 有些有加胡椒 有的 胡椒就蓋了 肉骨茶的味 這個排骨 一咬 肉出來 剩下牛骨 這就煲得軟 好吃 好自水準 我吃了五年 這間 這間 其實是我的兒子 這個很多人喜歡 就是腸 好軟 還有入味 肉煲到肉骨茶的味 你知道肉骨茶有很多香料 不是藥材 有些味煲到進去才行 不然就好像吃火鍋是什麽意思 唉 日圓上來的了 好軟 第二種直播 當然是老飯 你也知道了 我想想 老飯 我現在說了 真的很矛盾 它又很好吃 我本來想留肚 我本來想留肚 因為燕尾嘉這邊 你知道嗎 燕尾嘉這邊也真是鎊廳 Bivian 那個區 現在Bivian開了之後 就是遊客區 其實今晚 我現在吃完 我再大家 其實這裏 我聽這裏前些有間 專門喜歡吃榴槤 榴槤 買那些吃榴槤 即客即食 有間專門做榴槤 也是 吃榴槤很多喜歡吃 好現在拌飯 嗯 湯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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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最喜歡吃鴨腿湯飯 如果跟鴨腿湯飯 鴨腿湯飯 是不優勝的 鴨腿湯飯 可能鴨腿湯飯 一定要放在靚的陳皮 大家知道 陳皮 加上鴨腿 有些鴨皮 扯 好吃的肉骨茶拌飯 坦白說 有些肉骨茶 肉骨茶 吃肉和湯 有些很濟的 再加些飯 還有這裏 它四十元 它每樣都有 有時變成你去看餐料 有些比較 我見有些商場員做肉骨茶 叫它彈一羊 我這羊又想吃鴨羊 一羊都想吃 這裏 滿足到你 好嗎 我不說這麽久 我留下時間 再拍些精彩的東西給大家看 都是跟食有關 好嗎 好嗎 待會再帶大家逛街街 今天最後一晚 去盡點 好划算 好划算 36.1 開了多少年 你們 40年 40年 开了40年,老字号,服务很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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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部拍完美丽车要吃,宝马,全部拍完美丽车,宝马,奔士在这里吃 这张图这么大,大家看得清楚 腿肉,排骨,猪脚,肥骨,软骨,猪肠,还有些小菜 刚才我看见鱼头和蟹,我看那些类似咖喱和麻油姜鸡都不错 不过来这里吃饭,这个啊起肉骨茶,帮你买广告 其实来这么多次没拍过,吃过很多次,这次尽责任 因为来吃肉骨茶真是最麻烦,一条人来吃肉骨茶 一条人,你叫不到很多菜,吃不到那么多,一条人 不过纯粹今天都是告诉大家,我经常来吃都是来这里吃 带朋友和我儿子都来吃,这间就是专食榴莲了 大家如果来这里,大马彭记榴莲,这间好出名的 影连给大家,虽然我不吃,我最喜欢吃榴莲的,原来是很疯的 吃榴莲,找棒记,我最专业,这么大只榴莲,招牌来的 其实这几家都是做肉骨茶的,你看没人的 真是现实,真是现实,这一粒榴莲 什么都榴莲,榴莲冰糕榴莲糖,新鲜榴莲全部 什么都榴莲吃了,几斤全部都是做肉骨茶的,你看 没人的,没人的 当然啦,这附近因为游客量真的跌得很厉害 其实以前来,见他也有人,但同个坚比,差十倍左右 所以那些人,别说,那些人懂得分的,味道好不好,好不好蛇 你会觉得那些人傻的,吃个好食物又再来,不好吃就不来 做生意啦,做生意啦,做生意是这样啦,所以一定要做到 品牌出来,要做到别人信你,觉得你东西行 始终你的东西不行,你点卖广告,你点卖广告都不会说东西不行 一定的东西行,好了,现在呢,这里看不看到,Pavilion Pavilion,就是这顿东西,现在开了啦,其实里面就好像尖沙咀那条街啦 即是那条星光大道啦,其实很近的这里,刚刚吃肉骨茶在这里 吃完肉骨茶,我又带大家去第二个位置啦,大家看到这个叫保城大厦 那那个蓝色那你应该走过去看到,就是TRX啦,其实TRX的双圈 其实现在在发展着,很多东西都在这里,那些区在这里 在整理着,重整着,所以见到很多地盘,刚才走来这个位置 其实前两集,大家前几集啦,因为我不知出街时是哪集打哪集 我们一早去吃早餐的,一早去吃个很正的早餐呢 那是不是就在TRX下面,早上看着TRX在下面吃早餐呢,大家记不记得 啊,那其实那里呢,它的对面马路呢,晚上呢,是有东西吃的 好,为了省这个电,我现在再走到,现在我一路就会走到去,顺着吃早餐的地方啊 我现在再吃一吃机先 哈喽大家好,如果一直有收看我的频道呢 看到很多片,除了大湾区之外呢 其实呢,我也拍了很多关于马来西亚的片的 里面介绍很多些美食啦,有什么好玩的东西呢,还有些优质的楼盘啊 那现在有个好机会,因为呢,3月27号到3月30号,一连四天呢 那现在呢,就搞了一个马来西亚的考察团,投资考察团的 那刚刚,我当时呢,我也会在吉隆坡这里的 那这个团呢,就是吉隆坡,还有去这个云顶的 那我也在那里等大家的,因为呢 到时,我会和大家一起去考察一些优质的楼盘啦 那还有呢,我会分享一下呢,我在马来西亚呢 了解了之后的,以后的未来发展啦 那还有,如果投资马来西亚有什么要注意的 那当然呢,如果大家看到我呢 有什么投资的问题呢,也都会和我一起分享 我都尽量可以解答大家的 那如果大家想像我一样 亲自想去到马来西亚 哇,享受一些美食啊,看看有什么玩啦 还有呢,就有什么优质的楼盘去看一下 或者可以投资,或者可以买来做第二家园的话呢 亲自去的话,这个是一个很不错的机会 而且我知道呢 现在这个是一个小组团,不是人太多 价钱都很特位,OK 那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呢 因为我是第一次呢 就带去马来西亚的,OK 那所以呢,大家要争取这个机会啦 如果大家有兴趣,先到先得 OK,大家就按以下呢,各条link OK,有个电话,有个whatsapp 大家可以马上报名,先到先得的 压满就即止啦,好不好 那就希望能够带大家去马来西亚 亲自亲眼去感受一下 马来西亚的未来发展 马来西亚的文化 和马来西亚的房地产 究竟现在是什么情况 有没有那些真的值得大家去投资呢 是吧 也有没有那些,即是适合大家 作为一个second house 第二家园的居住呢 去到亲眼看 亲眼感受 亲自去了解,好吗 行程丰富的,OK 大家看下面有了行程 有了价钱 还有日期 还有报名的电话 好吗 OK 有兴趣的观众 马来西亚见啦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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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